特朗普真的太欺负人了,比赛只进行了上半场,就已经开香槟庆祝了,认为自己重回白宫只日可待,特朗普开始以未来总统的身份安排和指导工作了,一方面向自己的以色列主子表忠心,威胁哈马斯,说如果自己回白宫前还不投降,就等着付出高昂的代价。 一方面又和泽连斯基通电话,商讨去怎么停战,开始给泽连斯基安排工作,可以说除了参加就职典礼,特朗普已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了,这一幕在美国历史上还没出现过,简直就当拜登已经是个死人了,不知道民主党是否感受到了强烈的屈辱。 美国的所有盟友们对特朗普的回归,表现出了强烈的恐慌和不满,无论是日韩,欧盟还是加拿大,就差要开始骂街了,德国世界报网站刊登重要文章,为什么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会在外交上更激进? 文章说特朗普回来,一是对俄罗斯随境,无视欧洲的安全,二是大搞贸易保护主义,对欧洲加关税,逼迫欧洲企业到美国去开场,其实我们看一下,特朗普回来后,中东会乱成一锅粥,因为特朗普是以色列的忠诚代理人,会把伊朗王死里搞,而特朗普要俄乌停火,我敢确定不会如他所愿,因为军工复合体根本就不听他的。 即使拜登时代,即使想援助乌克兰,哪一次不是反复博弈,好话说尽才能通过,特朗普要放弃乌克兰,引起了欧洲各国,尤其是东欧国家的强烈不满,加上他要搞贸易保护组织,征收保护费,必然会使得所有的盟友分崩离析,拜登要合纵连横,特朗普要单打独斗,经济联系才是维护各国关系的纽带, 而特朗普这个极友谊的总扛霸子的回归,必然导致欧洲乃至全球的极友谊加速崛起,整个美西方世界都要开始闭关锁国。 我之前就说过,1931年,美国闭关锁国,通过了斯木特获利法案,向所有外国商品征收50%的关税,全球各国都开始响应,相互暴富,导致全球国际贸易锐减了68%,导致了经济危机的总爆发, 这才是二战的真正导火索,经济联系才是各国之间合作的纽带与根本,拜登已经炸掉了北溪管道, 这两年的时间,欧盟各国基本上已经找到了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品,加上特朗普承诺要让美国成为全球能源大国, 必然在未来的四年疯狂生产页岩油,这些石油能买哪里去?欧盟当然是重要市场,可以很清晰地看到,俄罗斯要重新建立与欧洲的经济纽带已经不可能了, 至少在特朗普的时代绝对没有可能,同时特朗普要带着美西方世界一起作死,必然会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, 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,但是我们在这一轮的逆流之中,作为全球唯一工业霸主和最大贸易国, 在初期也必将受到严重冲击,这两年发生了什么?所有人心里还没数吗? 全球都看到了欧洲被美国犀利地收割,不管发生啥事,欧洲必定躺枪,经济一塌糊涂, 不仅能源被人疯狂收割,连北溪管道也给人炸了,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们干涂? 给美国踏踏实实的跪着,是美国的殖民地,不割他们割水,这么简单的道理,大家难道不知道吗?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,就是众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,美西方集团起源于海盗文明,极富进取心与侵略性, 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,美国的精英们很快就可以达成一致,全面围堵中国,逼迫中国把产业吐出来,打金融战遏制中国,洗劫中, 而中国文明相对较为保守,同样的环境下,精英们很容易喊为啥还不贵,为啥还不投降,为啥还不给美国认错,西方世界出战争贩子, 而中国容易出反思惯,碰到事情先苛责自己的国家,欧洲日本为啥对中国有意见,你心里没数吗?不就是因为你们吗? 很简单的例子,中国成为汽车低出口大国,抢的是谁的市场,打败了谁,你把人家市场占领了,你还要人家喜欢你,你这是在做梦呢? 你想全球对我们没意见,可以啊,你把自己的电子厂关了,把产业送给日本,你再去开服装厂,做劳动密集型产品,搞血汗工厂,美国人一定喜欢你,你不要国家贵吗?那你自己先贵,这里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, 以后的一段时间,跟随特朗普的国家肯定会有不少,最近印尼居然敢征收百分之二百的关税,为什么? 要知道我们对印尼仅仅去年,就是九十亿美元的逆差,也就是说中印贸易,绝对是印尼占便宜的,如果印尼要和我们打贸易攒,印尼要吃大亏,但是印尼为什么就敢对我们加关税? 我想可能是因为印尼独我们不敢报复,这和我说的中美贸易战是一个例子,特朗普要加百分之六十的关税,基本就是名牌硬脱钩,美国如果这样干, 百名就是杀敌五百,自杀一千,但是特朗普为啥就天天叫嚣着要加关税? 因为遏制中国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,现在特朗普天天忽悠说中国人抢走我们的工作机会,又想把这个变成所有人的共识, 上下同心,特朗普就有了这样的胆子,特朗普说我获出一条命,拼着以后拳一条腿,也要打你一拳,你敢还手吗? 为什么特朗普有如此大的勇气?因为他看到不少的中国精英,再问为啥还不贵,很多人一直高呼中美是朋友,特朗普说中国是工业霸主又怎么样? 我们现在是刚少气多,我要说未来热战未必会有,但这场贸易战是跑不掉的,谁都不想打,但人家马上要打上门来了,如果只是想稀释宁人,不敢反击,那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成为第二个印尼, 现在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苗头很搞,才能打得一拳开,免得百拳来,对于匈牙利这样愿意合作的国家进行奖励,对于敢发起贸易战的国家狠狠地进行同等反制,必须要建立自己的规则,未来的四年,我们必须要做好迎接狂风暴雨的准备,但我一点都不怀疑,未来的四年也是最好的四年,因为拜登是温水煮青蛙, 一边和你打贸易战,一边喊着中美绝不脱钩,而特朗普只会打直拳,他一边打一边高喊我就要弄死你,而且这一次特朗普比四年前更好了,四年前,特朗普是说只要你投降,我就考虑不给你加关税了,而这一次特朗普干脆说你投降不投降,我都要给你加关税,所有这将是我们真正凝聚共识的四年,为什么这是最好的四年? 特朗普带领美西方闭关锁国,各种疯狂退群,而中国将高举国际化的气质,和朋友圈一起重塑国际贸易的新秩序,这四年过去,只要我们打赢这一仗,美国基本上就气数已尽了,但是所有的胜利必然是要付诸代价的,要一丁点代价都不敢付,或者不敢迎战, 那我们同样也会错失最好的四年